他就要门徒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就下网打鱼 这个对西门来说呢 他应该是有些犹豫 西门他本来就是一个渔夫啊 你要我现在开往水深之处来捕鱼 我捕了整个晚上都没有收获 而且打鱼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 你叫我现在早上的时候来下网补 也表示你真的还不是在行的人 所以他就说 夫子我整夜劳力都没打着神 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有一点要叫耶稣打消念头 大概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看到耶稣那种坚定的眼神 所以他说 但是我就依从你的话 就下网吧 结果完全触乎他意料之外 他下了网之后就捐住许多的鱼 而且多到一个地步比他平时还要多 所以只好顾教船上的同伴一起来帮忙 而且那个鱼装满了两艘船 差一点点要沉下去 他表示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收获 这个在他捕鱼的人生当中是一个神迹 耶稣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大自然也在他的手中 今天耶稣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也要让我们经历神迹 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经历到呢 问题就在我们少了彼得的这颗心 就是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也许不太干念 也许不太相信 不过无论怎么样 他去做了 他照着去做了 这个就让他经历到了神迹 我们没有经历神迹 原因在哪里呢 往往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符合我们的逻辑 有逻辑就没有神迹 按照我的逻辑 这个人应该现在不会信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跟他传福音 按照我现在算了 我的钱应该不太够用 所以我就不奉献了 按照我的了解 某某一个人应该他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不要饶恕他 某一个人不可爱的 我坐在他身上的一些东西都是白费了 所以我就不愿意去爱他 我们没有去顺服上帝的话语 这就是我们没有经历神迹的原因 你要经历神迹吗 那就是 是啊 有一些人 你按照你的逻辑 他不应该被饶恕 不应该被原谅 但是你愿意告诉主 依从你的话 我就饶恕 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就改变 这就是神迹 有时候你会发现到自己皮包 可能比较缩水了 没什么钱 但是你看到有需要的人 或者有需要的事工 你仍然愿意凭着信心去奉献 你告诉主说 依从你的话 我就这样做 你就会有机会经历到上帝丰富的供应了 有些人不太可爱 你要爱他很难 但是你说主啊 依从你的话 我就去做 我告诉你 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在我们中间动 有一些的侍奉 对你来说 好像现在还是难 挑战很大 但是你说依从主的话 我就愿意尝试 我愿意去 接下来去做 那你就看到上帝怎么样 赐给你这个恩赐 有些人看起来好像他现在不太愿意信主 但是依从你的话 我就去做吧 就去跟他传福音 也许真的不是马上 但是神会在你当中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彼得这种心态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吧 那你就会有机会呢 经历到神的作为在你中间 感谢观看